大家好 欢迎收看足球就跳 今天是游泊大巴 为大家报道一些足球的最新资讯 今天第一单的新闻就是MIRROR的报道 正所谓斯丹巴尔何时了呢 刚刚在周末时 斯丹拋出了一个震撼弹 他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中很清晰地说希望这位威尔斯的前锋可以离开班纳贝 或者是很近离开班纳贝 巴尔现在的状态已经是足够了 但是在王马周末时一场3比1输给拜仁慕尼克的国际冠军杯赛事 美国举行的就没有出场 在那场播放之后 斯丹对着媒体说 他很希望要做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不是对个人的 但是希望这个决定令大家都会有个好处 斯丹就说了 我们希望他可以尽快离开 这个就是大家都是好的 我们已经在做工作 关于他转会去另一个新的球队 这个不是对他个人的一个情况 但是这个时候 而来到这个时刻 有些事情真的要做 这个事情大家都要做 我呢就要有一个重要的决定要去决定 那我们是要一些改变的了 这个他的离开是一个教练的决定来的 球员也都很清楚的情况 这个情况也都会改变的 我不知道是在未来的24或48小时 但是一定会 改变是令到个个都会变好的 直至到现在 巴尼都还是尝试 去争取他在王家玛德里这队的位置 但是呢 刚刚斯丹所说的东西 就看他样子就已经是改变了整个情况 但是加里夫巴尔的经理人就说 斯丹这样说的东西 就真的是一个disgrace 就是不尊重的 也都在《The Times》这份报纸也都说 巴尔就感觉到很烦恼 或者很受到这个不礼遇的对待 很苦恼 他的领队的说话 令到他逼他走 其实就一直在加里夫巴尔 在王家玛德里 他的足球生涯都好像有点嘻嘻嘻嘻 不是那么顺畅 虽然四次赢了这个欧冠杯 但是仍然有很多球迷 就是对他在球队里的存在 或者位置是有一个意见的 这样 加里夫巴尔就有一些 欧洲的顶级球会对他有兴趣 包括拜仁慕尼克 或者PSG 这位30个岁的球员 也有一个可能就是会去中肖的 OK 今天第二单的新闻就是 The Sun的报道 正所谓的哥迪路鸣 就知多少了 这样 这位48岁的西班牙领队 就呢 他警告 拜仁慕尼克 不要搞他们那个 德国的球员 新来 OK 虽然 球员就有少少表明 就说不是太开心 在球会里面 但是路鸣尼加 就也都作出一个反驳 他就说 这位万诚的领队 其实知不知道 你这个球会里面 发生着什么事 这样 这位拜仁的主席 路鸣尼加就说 我就不想搞一些 就是 不去 不事实的东西 但是 如果有些什么需要去宣布的话 我们就会宣布的 这样呢 就不是很久的而已 OK 我就不清楚 阿Pep他说 就是哥迪奥拿 是知道 他球会里面发生着的所有事 可能真的没有idea 就是不知道 我们即管看下怎么 在上个星期较早时 哥迪奥拿曾经说过 在很长时间 他们已经经常说 对申尼有兴趣 其实申尼仍然是我们的球员 我们希望他可以留下 这个球櫃 下个或者在下个球櫃 都希望他留下 但是 哥迪奥拿 亦都被问及 申尼在这个暑假 是不是会留下 他就很肯定 答了一个字 yes 但是呢 这个 这个 曼城的主帅哥迪奥拿 亦都说 他不想一些 不开心的球员 在球队里面 所以 阿珊尼可能都要做一个决定了 哥迪奥拿也有说过 球会就已经 去年就给了一个 offer他去续约 我也都说过很多次了 我就很希望 那些球员在这里 就是开心的 我们呢 将会继续帮助他 令到他发挥得更好 去到他的最顶峰 我们很清楚他有什么能力 或者有什么潜力 他是一个非常之独特 有很多很好的才能 在世界上都不容易找到的 不过他知道 大家都知道 因为很困难 因为我们是有很多很好的球员 如果是 但是我们肯定就想他留在我们的球队 但是 同一时间来说 我就希望呢 各位球员都可以开心 如果他们不开心的话 就请离开了 OK 好 今天的最后一宗新闻 就是 阿瑟特以初成长 报道也是最新的 就是这样 阿瑟特就说他可以 处理到 在皇马的压力 因为他已经不再是一个BB了 已经在车路士那里成长了 这位比利时的角脚 在车路士踢了七年 终于以一亿五千万英镑的转汇费 转到皇家马得里 他现在二十八岁 刚刚 就拿着两届的英超冠军 和这个欧爆杯冠军的咸头 加盟了皇家马得里 他也都很清楚知道 在皇马的球迷 欧联是一定的 是他们的狼中之物 就是一个基本功 这位前车路士的球星 就说他已经有足够的经验 令到他在班拿辈会成功 阿瑟特继续说 他已经踢过超过五百场职业赛事 我现在是一个成熟的球员 亦都能够处理到一些对我很高的期待 尤其是来自这个马得里的球迷 他亦都跟一个记者说 当你代表皇马踢球的时候 你当然是需要要求你赢完所有的东西 每一年都是要 如果有一年你赢不到欧乱的话 球迷就会不开心的了 在这个球会来说是很正常的 不过你也都需要去赢了 亦都 为什么我会来到这个球会 赢都是我来到这个球会的原因 我可以贡献到什么呢 他就说我去了车路士七年前 我去到车路士就像一个BB那样 但是我现在已经是成长了 长成了 我已经踢过超过500场比赛 虽然我28岁 但是我仍然都感觉是非常良好 还有仍然很有年轻的感觉 我亦都知道西甲和英超的分别都很大 但是当我有这些经验的时候 你亦都比较快可以适应到不同的联赛 我觉得经验始终对于一个足球员来说 是最重要的事情 哈萨特如果有朝一日代表皇马去到车路士比赛的话 就将会是一件相当相当盛大的事 哈萨特好 今天的足球头条是这么多 多谢各位收看 如果喜欢这个足球头条的YouTube频道 请你们可以订阅 亦都更加可以给个like这条片 多谢各位收看 拜拜